ayo 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西西里人對上法蘭克 這場比賽是由MBL 對抗這一位應該是越南的玩家嗎 看起來像是越南文字喔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前期阿拉伯這張地圖 目前看起來西西里 這邊果樹有點偏靠前面 上面這個高地就會有點危險 可能要盡可能的把這個高地守作 可能蓋點房子阿或者是 兵工廠阿或者是軍營射箭廠之類的 佔據這個高地會比較好 不然這個果樹肯定是被用到懷疑人生的 好 那金放在後面就沒什麼問題了 總體而言MBL圖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看一下法蘭克這邊 法蘭克的圖黃金在左邊這裡 果樹在上面 那看起來跟西西里蠻像的 但是這邊 法蘭克感覺 算是比較好圍一點點 因為他這邊墓區還蠻茂密的 那如果要大圍的話 可能這邊要棄手 然後就這樣子小圍 然後這樣圍過來 然後就圍死圍死圍死 對啊 這樣還是圍太大了 那這邊法蘭克的圍法其實也不太好圍 因為果子在這個地方對法蘭克也很少 因為法蘭克人他的果樹有加成 然後如果不好好守住真果樹的話 前期可能會非常非常難打 好 那法蘭克這邊 居然喔 看到路這麼遠喔 隔了一個樹的中間喔 居然還趕路 這個趕路發費成本蠻高的 因為人家從這裡推推推推推推過來之後 他再轉個彎喔 我們要把他這樣直線推過來 那對法蘭克人來說 算是一個不幸的消息喔 前面可能會比較難受一點 好 那 看起來西西里的土喔 看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比較微妙的事喔 他居然沒有先拉這一隻野豬喔 可是先拉下面的 因為通常都會先去拉 離自己比較近的 離自己比較容易被拉走的這個豬喔 先吃喔 那這邊沒有關係 先吃第一頭豬 然後趕快再去拉第二頭 也是可以 好 西西里這邊 直接反擊 兩邊直接互打 居然先死了 究竟 歪兩個同行 血量豬 What 結果是反客贏了 然後這邊還想要拉一隻 村民喔 去助陣 結果 突然吃頭就打贏了 MBL這邊沒有 刺猴 直接有點傷喔 今天他沒有刺猴的情況下 就不能去探其他地球 像這種深灰色的地方 他都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礦啊 或者是一些地方 都沒辦法在前期做一個探索 然後對方家裡長什麼樣子喔 要怎麼騷擾 也都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好 那這時候才拉第二頭豬 你看這個時間喔 如果他們兩個沒有互打的話 上面這頭犀牛是有可能被拉走的 所以前期還是要去守一下這個野豬的一個位置 然後儘肯喔 早點吃住 並野豬被幹走 目前看起來 欸這個 鴕鳥是已經吃完的意思了 他家裡已經沒有鴕鳥了 那前期 喔有有在這裡 小雙手沒有看到 那他前期沒有吃鴕鳥的話 經濟會蠻差的喔 所以法蘭克這邊是有感應頭路的 但還有兩頭沒有死 有點傷 那沒有辦法 他這個位置 感應頭好像是差不多 我覺得是我的話 我連趕都不想趕 直接放棄了 因為太遠了 好 法蘭克這邊拿到一點小小優勢 有個刺猴的一個視野的 一個想法在 他只要四猴在那邊探 就找阿哈這個 支援點在哪裡喔 那個攻擊的想法就會出現 果子在上面有高地 然後左邊兩塊墓區 墓區都在這裡 那其他墓區就是這裡 但這個墓區太前線了 他應該不會往前蓋 好 法蘭克開始在思考這些事情 那待會兒就可以用這個弱馬 去強行進攻這些區域 然後再轉出一些射箭牆 去做反擊 好 那西西里這邊 再上這個封建時代 但是 這邊的打法是21匹喔 21人口的話 上封建時代慢一點 那算是 比較危險的一個做法 因為你在前期 越晚上封建時代 越有可能被對手的一個弱馬 打爆了 因為弱馬是可以幾次弱馬 像什麼18匹弱馬 或19匹 20匹喔 這個都是高速弱馬 的類型 那如果你21匹 22人口才上的話 這個時間差就差了快一分鐘 就很容易會打不贏 因為你看看時代就只有民兵可以用 沒有其他單位了 那你要對抗這個赤猴 你一定要升到封建時代 最運才可以出長槍兵 所以這個貪命點 西西里一上封建時代 就知道自己趕快出這個長槍兵防守 那確實長槍兵也看到這個赤猴過來 趕快去用那個長槍兵 去手錄自己的礦區 礦區跟這個術區 然後這個拔木去了 那還出一些赤猴 想來追對方的一個赤猴 那赤猴放在這個高地裡的優勢就蠻大 因為他只要一先手的話 就可以有這個高地優勢的一個傷害 但數量一多還好還是會打成 白癡的趕快跑啊 先打殘血的 哇殘血的沒有打 哇 結果這一塊可能 刺猴會直接硬上嗎 長槍兵沒有按 這邊沒有繼續按長槍兵 怎麼辦怎麼辦 刺猴的速度量不夠多 洛瑪 洛瑪還在繞 一直想要找機會打 但家裡的田越補越多了 這邊虎田補蠻快的 那西西里的農田還算不錯 有這個農田加成的部分 他對於種田來說並不會太差 而且這個 農田的數量是提供100%額外的食物量 像是他一開始農田只有185 那他這樣一撒田 就有這個360左右 這個肉量 所以西西里在前期省下的木頭 算是蠻多的 我覺得這個能力加成非常強 就等於是你30木 就可以換到一片田的概念 然後這個田可以吃兩倍久 省下木頭就非常大量 西西里最主要的一個經濟加成 就是這樣子 嚴格來說算是減秒 算加成 但省下來的資源算經濟 經濟的一個正向成長 然後那法輪客人的話也是有農田加成的 他的農田是 免費農田升級 嚴格來說不算加成 算是免費給農田科技 讓他在這個打田的一個選擇上 會比較好上這個城堡時代 其實因為你前期還要再投資這個 一級農田二級農田 需要耗費一些肉量 那這些省下的肉量可以多出一點騎士 或是馬的這些工坊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這邊農田一直灑 好應該這邊農田 法蘭克雖然有一級免費農田 但是灑完的田的量 只有250肉 好就有點少 但是西西里這邊就是有100%加成 那100%加成應該是500肉才對 但我不知道這個農田是怎麼計算 跟我想像中認知有點差距 我以為應該是500肉 之類的 結果我不是 300多而已 所以他這個計算方式 有可能是以他基本的農田 而沒有去算這個農田升級後的一個加成 所以就是1x185肉 再加100% 大概是這種感覺 唉唷不太確定 我真的不太確定 西西里這個農田這個加100%的效果 我真的沒有去研究過 好 好這邊 法蘭克用一些槍兵 順利的擊退了 西西里的洛瑪 那洛瑪的話也蠻慘的 剩下4隻喔 這邊再可以繞地圖 看一下有沒有一些野精啊 或者是 聖物也可以檢取 好 那這邊掃完之後 小鬧小鬧小鬧 我們畢竟過去探索一下 看他最初的一個開局是什麼 那這邊法蘭克已經城堡十三點下了 那一擊決定也點了 那西西里這時候也才點喔 就是城堡十三點一擊決定 那時間兩邊都是算非常晚的 這些法蘭克的圍法 雖然是圍得很大 但這邊圍這麼長 到手的面積其實是蠻廣的 好 法蘭克要再補下一些房子喔 要來守一下 然後補下這個人物口座 不然人口太少了 這個房子太少了 順便補下 順便有防守 OK 那西西里這邊喔 開始也在圍 這邊圍的也是木牆 不是石牆 那我覺得西西里的話 可以考慮圍這個石牆 因為他西西里開始是加一百石頭的 但他在封建的一個塔工喔 上是有個優勢在 因為他的這個薩金貴隊 是可以自己蓋城堡 不是蓋城堡 蓋這個塔我的 卡羅科技喔 那這個 卡羅科技喔 也不用研發 你一加下去就是這個效果 是不是取代廖望潭 看一下 卡蘭克上了城堡塞之後 馬上補下這個 騎士的一個升級 防御開始在點 然後騎兵也開始往前衝 那法蘭克層出很強 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一上城堡時代喔 就有這個血統的科技喔 一開始血統就是一百石 那省下來這個品種的肉喔 跟黃金喔 就可以去多出一點騎士喔 所以法蘭克的騎士 為什麼在城堡時代這麼強 還有在地獄時代這麼強 就是因為這個20%的天生加成 所以法蘭克 新手會玩的比較好 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不用太去點對科技 省下來的資源 就可以多爆一些騎士 就比較單純一點 簡單爆力 然後又會很好用 因為大部分的玩家喔 尤其是 剛接觸這遊戲的玩家們 對於騎士奧德摩 去康克 是一個蠻大的疑問 因為騎兵血量多 攻擊力又高 然後長槍兵抽 又畢竟抽得到 又會跑 像這樣子喔 他們就跑掉了 欸 抽到一下 好 那希希里在前線喔 然後蓋BK跟這個修道院 但是直接被抓包了 這BK蓋不成對MBL有點傷喔 那希希里前線蓋這些 結果騎士還被抓掉 真的是傷寶的路線 那法蘭克的話 可以考慮出個BK喔 在這裡可以出個奴炮啊 或者是投射 去討他們對方的一個長槍兵 不然長槍兵直接硬戳 騎士可能還是會被戳死的 哇 他直接硬戳 好 這邊看到 哇 非常大量騎士在亂創 法蘭克要去把這個BK蓋起來 那看起來是沒機會蓋的 雖然希希里這裡完全在爆步兵喔 但是蠻OK的 重槍兵 剛好對抗 是很OK的一件事情 那希希里本身也是一個步兵輪命 但他的步兵 並沒有太多強勢之處 只有這個薩金克衛隊 算是比較厲害一點 他的劍勇和重槍兵 並沒有特別厲害 就是很普通的那種 雖然工坊是有成本 但是就是 以步兵特性來說 沒有太大的優勢在 好 這邊 修道院其實被死掉 別砍爆 好 那也補下來一個工程師 勞鎖 看來是要出頭車 或者是出這個奴套 打這個長槍兵 好 藍克的TC越補越多 然後拔這個TC也補在一個不錯的位置 那這邊的話可以挖木頭 可以挖個石頭 雖然石頭遠了一點 可能還要再蓋一個礦 採礦能力比較好 那裁刀石頭 這邊可以蓋一個高地城堡 就可以守住這兩塊TC立幅 相當的 好 而且法蘭克的石頭量 很少 就可以蓋他這個城堡 算是城堡裡面最便宜的文明 所以法蘭克有這麼多的優勢 所以在新手時期 很多人都喜歡玩 我一開始也是 但是後來就是會見面發現 法蘭克其實問題還是蠻多的 就是他的弓兵喔 完全不能打 就是戰矛很爛 這邊有三級射 就是三級遠矛 然後這邊騎士怎麼硬吃長槍兵 結果長槍兵還吃不飲 哇 很虧阿 法蘭克這邊騎士硬砍 結果被長槍兵 反殺一波 大量騎士直接倒光 這有點可惜 那這邊就可以出現這個 法蘭克騎兵的一個弱點 就是 隕石部隊 遠遠不夠 後車砸 沒有砸到 結果我覺得打這個長槍兵 還是要用這個 弩炮比較好 弩炮的話更直接一點 即時性傷散 就算沒有直接把神兵戳掉 直接把他射掉 還可以靠這個騎士去補個幾刀 比較好打一點 但弩炮有問題 如果對方是頭車的話就很危險 所以 兩邊的打法 就有點偏向於那種 弩炮雖然可以解對方長槍兵 但其次也可以解頭車 就是互相剋的一個概念 所以最好的辦法 就是用這個頭車去硬砸 對方的一個 頭車跟這個長槍兵 但是這個 只要砸得到 就很吃這個技術 對方的長槍兵是會動 就像AI一樣殺他讓你打 好 托子特 你們要砸一下嗎 欸 砸一下 他會有殘血 欸 來不及 贏了高地打滴地 欸有沒有 這個高地跟滴地的優勢就差很多了 兩邊互砸 這邊是滴地 上面是高地 直接砸掉 那血量的話還有死滴血 就算石頭全吃喔 還是不會死 但是高地的差距喔 是非常的重要的 你在玩的時候一定要去注意這個高地的一個 地形的一個問題 不然很容易就會被對方一個優勢化 那這邊高地寶蓋不了了 只能把什麼內蓋 那這樣蓋的話這個CC可能會沒救 有點難熟 而且這邊 猴子特出動力很多喔 來到三台 基本上三台的話就不好打了 而且CC裡還有繼續出森綠 森綠這邊一直努力的在高香 法蘭克的一個騎士 而且還有長槍兵 所以法蘭克的話我覺得不應該在 繼續在家裡喔 出這個 欸 騎士 這邊看起來法蘭克的意思是 我單純龍 然後法蘭樹上帝王 然後看來後期要出神 那法蘭克如果上帝王的話 還有這個火槍兵可以用 剛剛打這個薩金克威隊 跟長槍兵的效果是一隻棒的 所以法蘭克的目標 應該是要先速上帝王時代 然後趕快去聽一下這個話 出這個火套跟火槍 就會有效的可以抵換火車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邊到底要怎麼打比較好 這邊兩邊系統時代農 然後火火車這邊硬砸而已 目前法蘭克的村民處是880吋 對抗血氣75吋 好 那這邊投石車要怎麼秀一波呢 這邊還是高地投石車喔 高地投石車砸得很痛 血量掉得很快 哇 砸了一下一百多滴啊 喔唷 躲掉 但是高打滴打不快 高地打滴滴直接秒殺 哎呀 這個高地是多麼的重要 明明是戶頭的情況下喔 但是你的血量是一定會爆炸 但是對方絕對不會爆 到底第一 這個落差是非常邪惡的 好啦 結果這兩個TC 在城口時代CC用投石車就全部砸掉了 那法蘭克這邊點下帝王時代之後 不知道要怎麼繼續打 後面再補一下TC嗎 好 這裡又補一個 第二個TC的話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好像有點地形不平穩 可能還是要蓋這個位置或是這一點 那這個黃金礦或是蓋這個位置也可以喔 但是這邊就不能撞鐵了 好 那謝謝TC數也補到四個 後面家裡有騎兵在繞 床後面也在家裡防守 這邊都是在小打小鬧 然後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馬上點下法蘭克的一個練甲技術 那他要打步兵的話 一個是要打直虎兵喔 兩個雙城保在一直在踩那個直虎兵 好 那直虎兵的話 可以把他想像成是步兵單位就可以喔 會把斧頭丟出去的一個近戰單位 那實際上來說他也是近戰傷害沒有錯 所以拿這個直虎兵喔 去丟這個投石 衝撤的時候傷害還是很高的 因為他是步兵傷害 並不是箭矢傷害 所以CD的這種屬性傷害 是蠻特別的一個設定 可以有效的對付敵人 請飛虎開丟 直接丟死 好 下面有更多的村民 需要來砸 唉唷 這邊砸到 但是還好大部分的直虎兵 躲掉了 但直虎兵是非常害怕的空箭手 因為他算步兵 反正就是射手 刻步兵 步兵要踢得到 才能去彈這個攻守 好 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補下板甲三級之後 凡克三級農田也直接上線喔 省下大量的木頭經濟會很好 但是村民宿 是有點稍微落後西西這邊的 所以到帝王時代 卻沒有馬上按下這個巨型投石機喔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失誤喔 怪怪的 他一開始一定往上去按這個巨型投石機喔 開始砸對方的建築物喔 好 那這邊直虎兵還剪下了 倒勾斧 增加這個直虎兵的一個射程 加上射程是3 然後剪下去之後 射程就變4 非常非常的遠 也沒有到遠到哪裡去 就稍微遠一點點 好 這邊直虎兵直接走進來 但是 西西里並沒有單位可以防守 而且西西里還沒有火槍喔 非常慘 所以西西里要打這邊的話 可能要出這個弓兵喔 直接去硬射 或是出大量的武炮跟頭車硬打 也是可以 不然再來就是出這個鎖指甲的一個騎士喔 也是個選擇 好 頭車直接高打滴硬砸 砸掉了非常多的直虎兵 直虎兵也是死傷慘重 但是自己的頭子車也被 換掉了很多 但是這邊高低打滴一滴 頭車硬砸 哇又砸掉了三隻 剩下兩隻直虎兵而已 好 以這一波頭子車防守來說 算是相當不錯 反而這邊直虎兵並沒有達到 非常多的一個單位 反而是大部分都被這個頭子車給砸掉了 好 帕蘭克這邊巨兵頭自己可以架起來 要來硬頭了 欸 結果這一隻沒解掉 哇 鬼妙 這一個鎖頭一發死地啊 很痛啊 四發就可以丟死一隻聰明了 好 那家裡TC被巨頭砸爆之後 鐵力就給城堡防守 那MBL這邊對直虎兵可能有點 不知所措 不然來得太突然了 看起來是要來打騎士喔 然後再上這個鼠指甲 增加這個騎士的防禦 好 那靈開在一點下 騎士還在升級 那開始在量產騎士的數量 那直虎兵確實對步兵威運來說不好打 我看韓特的城堡 哇 那韓特的城堡 雖然已經越來越多了 1 2 3 4 5 5個城堡 已經佔據了地圖一半左右的一個狀況 但支援點來說 還沒有看到更多的資源 這邊都沒有礦欸 反正這邊沒有碰好 哇 直接硬打這個怪怪的 直接吃箭矢傷害 不太行 好 那醒醒就剪下鎖指甲 鎖指甲的騎士出來之後 能抵抗住這些 騎士嗎 哇 這一波直虎兵出來這樣送 我覺得不太行喔 這邊太多當作在防守了 然後這邊本來是要去打巨頭 但是被敵方軍 軍隊包起來 然後這邊箭矢吃了非常久的一個傷害 雖然傷害比較沒有那麼衝的感覺 但是城堡死掉了 這邊畢竟沒有點入個三級射 連一級射都沒有 但是城堡的基礎傷害也是滿高的 哇 伺服兵非常大量 但是希希這邊的兵力還是有點少 那有一部分兵力是往後派了 想去後面燒到村民了 那正面的話就有點節節敗退喔 連這個馬就一直往後蓋 連這個... 紅艦也是往後 但是這邊後面蓋城堡的村民 被抓包 後面騎士的硬卡 看到這邊蓋城堡的村民 看到這邊蓋城堡的村民 來 大量的直斧兵 49隻 有點多喔 但是騎士數量就28隻 然後有一些在家裡在做騷擾 這些騎士已經做到非常多的事情了 索支架騎士遠方非常高 直斧兵在中間這邊 再繼續往前壓 但是家裡慢慢出現BBQ 索支架的縱裝騎士遠方有8喔 非常的硬 好 謝謝你 就在使用自己的騎士喔 再慢慢的騷擾家裡 那這邊殺到蠻多村民的 村民是殺了60幾村了 騎士砍村民還是蠻快的 好 這邊法蘭克直接要硬上了 他讓直斧兵直接被包起來打 但是後面有更多直斧在防守 直接來硬打 這邊騎士 騎士直接上來硬貼 可能往後拉 直斧兵往後走 直斧子肌可能有點危險 城堡可能蓋不起來 又要倒頭堡了 那這邊利用拉打一下 所以是主導 打出自己直斧兵的一個射程公式 射程優勢所還是蠻短的 可能可能要趕快躲到城堡下比較好 哇 這邊直接硬砍 其實損失非常多的一個直斧兵跟騎兵 兩邊都損失非常慘重 但直斧兵的數量還有36隻 還是依舊蠻大量的 只要同時集火一隻騎士 應該還是能秒掉的 這邊騎士過來直接抓一下 走這邊挖礦村民 直斧直接開始飛斧開丟 好 再回一下高地 回高地要硬蓋城堡 結果聰明直接被抓包 沒有辦法硬蓋 這邊 左指甲騎士直接一致排開 要慢慢增加騎士的攻擊範圍 硬砍直斧兵 直斧兵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但是敵人居然還是有優勢在的 直接集火還是可以輕鬆解掉 對方穿主機下的一個騎兵 這個城堡是不是 沒辦法蓋的好了呢 後面這一波騎士 還在努力的注收 右邊這邊也是 好 那這邊城堡應該是要放棄掉 95%要再去蓋嗎 政府兵的數量好像還不夠多 還是要造一些廠商兵 防守不下也比較好 那帆蘭克團出了這個大吉兵喔 看來不能完全依賴這個直斧兵 還是要出點吉兵比較實際的 畢竟不需要黃金 御強騎士的效果又很好 好 城堡還是被勝利的蓋了起來 那接下來西西該怎麼打呢 好 直斧兵直接上了高地 上了高地之後丟了幾隻村民 村民數只剩120村 但是法蘭克爾這邊村民數還是很少 雖然我開始不小心 慢慢補自己的村民補起來了 那這邊西西可能會有點危險 黃金越來越少 這邊有一些伐木場的村民 還被直斧兵抓包 好 那就扣了六個 但這個城堡壓在這裡 讓騎士比較不好進攻 而且剛剛還遇到大吉兵 吉兵直接上前硬撮 再來試走這塊金礦區 那三級弓點好的話 打這個直斧兵就更痛了 不然剛剛連三級弓也沒有 好 提示要來包抄了嗎 大量的騎士從上跟左邊開始包了起來 有大量的吉兵直接過來一擊 但是這邊的目標 只剩直斧兵 只剩直斧兵能包回起來嗎 這邊先砍一切劑或是一 搶完之後左右拉開 讓這個吉兵喔 不要怕繼續傷害這個吉兵喔 吉兵也是一種前綴 好 再利用高地又去打給我 鬼馬槍 鬼馬槍打得不錯 直接用高地喔 直接砍死一大堆吉兵 吉兵直接被打爆之後 剩下後面的主力部隊生死衣服 在這裡 左邊的騎士喔 可以去救一下自己的吉兵 那這邊還會吃一下這個飛斧傷害 但希西里的騎士也是蠻多的 好 謝謝移動不想開了 要把這個騎士往外派了 看你直斧兵能繼續撐場嗎 感覺 繼續出直斧兵是不是 會出事啊 黃金 要越少了 而且黃金才五百多 但騎士還在出 這邊主要是 反克挖金礦 還有騎士 去做礦需燒 好 這邊就殺到了 希西里的農田區 農田區殺到之後 要怎麼打呢 好 這邊利用巨頭 直接慢慢拆掉了一個TC 大吉兵也開始往前 飛斧開丟 好 大量的飛斧直接往前頂 這一波 直斧兵到底要怎麼撿呢 這邊希西里在硬存 騎士 騎士 騎士出來 爆了出來 從馬座裡面 公路而上 上面的騎士 直接 跑過來 左邊騎士也過來 開始在追 直斧兵能追得到嗎 直斧兵的數量越來越少 這一波大戰 很大量 直斧兵已經倒地了 後面這一波 苦力不退 還繼續被希西里的騎士 直接追著打 這邊應該硬打硬打 但是直斧兵的數量不夠多 這一波直斧兵可能會被吃光 但是希西里的騎士也不夠多了 打得相當極限 哇 直硬砍 結果 到底會是如何呢 直斧兵獲勝了呢 哇 看起來是贏了一點點也不算贏 兩邊都是慘 然後頭破血流 但是目前看起來希西里這邊是比較慘的 那這邊還是有在丟幾隻騎士 去自己家裡 去法蘭克的家裡 去做騷擾 其實法蘭克家裡 已經還有很多地方是沒有挖的 等於像威廉這塊兩隻也慢慢控的起來 那NBL覺得沒有希望 打出了GG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 沒意外的話 法蘭克 是會好一點 因為他有免費的科技加成 而且經濟上來說 被騷擾的也不是非常嚴重 村民一直有在補 法蘭斯西西里的農民 一直被解解拜託 被推到家裡去 那這個NBL 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最近狀況不太好 分數也被降得很低 感覺 不確定 不知道他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不知道有沒有知道的觀眾 可以在留言區 分享給我們一下 NBL到底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最近看到他屢戰屢敗 但我也不確定 這個到底是不是本人 感覺是本人 但就怪怪的 真是怪怪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